這次真的派一萬元出來 你覺得對於經濟的刺激作用有多大呢? 我想如果說真的派一萬元 其實就未必是真的很預期 它會真的有一個非常立剛建議的作用 因為始終這個一萬元 一來未必是真的算很大的金額 二來就始終現在經濟這些困難 其實都是很全球化 因為是疫情的一個問題 以及國際貿易這一方面 都很多波折 我覺得這一方面 就未必是真的會對經濟 有一個很正面的刺激到復甦 但是我覺得對於居民來說 其實都會是比較有好幫助的 因為如果你派一萬元的話 其實受惠性來說 基本上是每一個居民 都會有多一筆的補貼在這裡 而且我覺得雖然坊間 可能會有些意見 覺得真的派消費券 會不會真的會好些呢? 我覺得如果你正想著刺激消費 那消費券有可能是真的 這個可能會更加直接 但是其實你一些額外的成本 其實都要考慮在裡面 我覺得派錢來說 其實每一個人 他怎樣用這一萬元 其實是他自己最清楚的 我覺得如果真的 從一個經濟效益成本來說 我覺得絕對是贊成 其實派錢這一方面 如果是真的有限的資源裡面 我覺得對紓困的作用 是最高效率和最高效益的 博士 博士 一萬元 against這個消費券 現在就是一萬元跑出的 你好像也是贊成的 是嗎? 是的 我從未來加大之前 跟政府顧問和副顧問都說過一件事 那時候我沒有捐捐財 我根本是見顧問 提議都是派錢 第二選擇就是消費券 消費券當然有行政成本 還有很多東西的 因為其實最主要的考量 就是一個政治的考慮 就是現在全民的怨氣 反彈聲 還有大家預期派錢 不派錢 我怕林鄭那個人說 那個禮賓府被拆了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想他考慮 其他人的怨氣 但是派錢的威力 是否足以是一個很強大的 逆周期警察 就一定不是的 因為很多人都可能會 省少少錢 本來想要花五千元 現在那月五千元 可能用了消費 用了些錢來代替我 但是另外五千元 就扔掉經濟 其實一元給你 可能你回經濟 可能是三四六指 五六指左右 然後既然卓興和關山 都覺得同意 如果消費券和現金 現金現在是可取的做法 然後我另一個 我想外面比經濟界關山 的課題就是 這個年度已經是赤字 是378億 最新的預計 而下個年度 就破紀錄 1391億 佔GDP就是4.8% 並且預告 未來五年都是赤字的 阿博士和卓興 這個是否相當值得關注的問題 現在 我怕會不會是一個結構性的赤字出現 還是只是一次性的赤字 如果你說結構性的定義 即是經常性 一直開支都大過你一個收入 一直有一個恒常的赤字 但其實這個未必很長期 一定會有的 但我想未來五年 財爺都已經預計了 其實都會是赤字 所以我想這個分別 可能未必是否太大 無論是否結構性都好 但我想明年那個赤字 有可能相對於 無論是金額或佔GDP比重 即是未來一年 有可能是比較高的情況 我相信之後幾年 如果經濟是可以慢慢出現一個復甦的話 其實那個赤字的幅度 有可能會相對減少 我想看看怎樣看 因為如果按照現在的預選 即是未來五年都有赤字的話 但有可能到2024、25年那個年度 其實政府儲備都是九千多億左右的情況 相對來說 都仍有一定的一個資本 博士 如果我們看卓卿就覺得 暫時未看到結構性赤字 但有些平金機構 無三不成幾 他們覺得連續三年都是財赤的話 這裡會有一個remark 再加上如果我們看最新股算的財政儲備 就是佔政府開支的月數 由二十幾個月跌到隨時 只有十五個月左右 即是我反而是站在憂心那邊 你覺得呢 你一直在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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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想法 整體財政的盈餘 加上那個套餐 就是我們有一萬一千七百億 現在大約不見了一千八百億左右 譬如說兩年 其實還有大約接近一萬億的錢 其實相對都是充裕的 但問題是 我不知道曾經說很厲害 2014年出來的報告的時候 他十八至二十四 他說2021年最快的結構性財赤 你真的有財赤很厲害 但他是不是這樣想的 但主要原因 其實他也說了一點 除了這個天災人害之外 香港的經濟引擎是很老化 加上老化和人口老化的問題 還有政府在林鄭這幾年 是承諾了很多支出的 你看到福利支出 教育支出是否回來了 當然是教育支出 你不能夠包括支出 要投資 但是福利支出 很多東西 還有老年金的東西 是不斷增加的 在這個情況下 是有一個老化 令到財赤的不穩健性 是有一個可能性出現了 但因為我現在是身家後 但身家後不代表我們不會用完 所以我覺得政府怎樣也要想想 要在未來幾年 如果一旦是營業為止 一個所謂赤字的走勢 而赤字的情況收縮得慢 我們真的要想想 要在稅收方面 甚至一些經濟引擎方面 要進入新引擎 怎樣做 還有一個 labor policy 勞動人口如何解決 的萎縮狀況 這些都要考慮 但是博士 我聽你這樣說 我形容是結構性赤字 是初步確診的 是嗎 我們所說的結構性赤字 是跟人口老化有關 就不同 突然間有一個天災 好像疫症就出來 但是這些疫症的問題 可能是短暫的 就算你是黑天外 始終你找到新的藥 治療到 這些不會死掉全球人 在這個情況下 只是短期的經濟信心 影響到的 但是問題是突然了 將這幾年的社會問題 加上一些所說的其他的東西 我們所說的疫症 和香港政府處理的經濟問題 我覺得是有隱憂的 在制度上 正在上方面 我們需要改善 才可以令到市民更有信心 覺得香港仍然有所美麗的前景 但是現在看上來 其實我們無論政治和經濟方面 都是向一個比較壞的方向看走 你看到一件事 如果我們不能夠維持的 公務中心地位 一旦如果內地和其他地方 有些問題 你知道現在開始排華 我收到這些大影片 嚇死我 現在李大利和南韓都開始排華 這是很大的事情 其實某個程度下 我覺得內地也要解決自己的問題 如何處理香港的勢力 如果不是 香港的中長藥經濟問題 會慢慢浮現 而令到香港 會失落一個分不中心的地位